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大陆之大处处有商机 尤其是小城小镇更有权力 就有台商直接到云南和缅甸交界的边境小城 锐利发展 这个小城市未处边陲 不像北上广等等一线城市发达 但是云南最大的边境口岸就在这里 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台商借着地理之变 做起跨国农贸珠宝进口等等生意 事业版图不断扩展 撑起事业半边天 云南瑞丽是大陆和缅甸边境贸易的主要口岸 缅甸的白米 西瓜 玉米等农产品运进大陆 大陆的水泥化肥积电产品出口缅甸 通过瑞丽解告口岸门口的物流中心 这个中心是由台商詹茂盛创办 现在差不多都一两千步在这边流转 那靠东北 河北过来的 大概跑了这六七天了都 但是从山东那边运的是那个食材 食材到了昆明 又从昆明运的这个化肥 到咱们这个瑞丽 物流中心的第一期开发 占地113亩投资6000万人民币 仓库的面积3万1000平方米 停车场的面积2万平方米 能够同时容纳400辆重型卡车停车卸货 物流中心内还有17家 由缅甸人经营的餐饮店 为往来缅甸的货车司机搬运工人提供餐饮服务 物流中心也是瑞丽边境贸易的重要据点 87家商户展示销售摩托车 汽车配件 汽车 工程机械等等 缅甸当前急需的商品 借助了边境贸易快速增长的东风 原本两手空空来到瑞丽的商户 在这里发家致富 跨境贸易的快速发展 让瑞丽成为大陆重要的热带水果集散地 4月底是缅甸著名的 省德龙芒果上市的季节 根据缅甸官方统计 缅甸每年约莫有4万顿的芒果 通过瑞丽的口岸骚往大陆 出口金额高达1000多万美金 在芒果上市的季节 平均每一天有将近100辆的大货车 从缅甸运芒果到瑞丽 在通过瑞丽的水果批发市场 线上线下销售管道销往大陆各地 以一箱芒果15公斤来计算 每天都要从缅甸发货好几千箱 一天卖千多间嘛 千多间嘛三分多一点 我们是直接缅甸下来 晚间就发去各个地方了 四川啊重庆啊都有发的 瑞丽水果批发市场 也是由真茂盛投资创办 市场占地面积21亩 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店面有75间 大棚摊位32个 还有专业的冷藏库 借此大陆的苹果橘子 被卖到缅甸 而东南亚的热带水果 行销大陆各地 我在旺季的话 大概有七八吨 剩一单的话 可能有两三吨 我是在专门在做平台 就是打造这个平台 给他们双方商人 才做强做大 在边境贸易的推动之下 瑞丽的外来人口激增 目前瑞丽的户籍人口 有12万人 常年在瑞丽经商的外地员 出估是5万人左右 在瑞丽打工的缅甸人 则约莫3万人 这让张茂盛又发现了 一个新的商机 建置在瑞丽面积 第二大的农贸市场 第一个农贸市场在对面 后来酷龙又从那边 搬到这边新的主播 农贸市场占地20亡 拥有店面150间 摊位了240个 涵盖了蔬菜 肉类 海鲜 调味皮 衣服 玩具等等 不少常住瑞丽的缅甸 孟加拉等外籍人士 既是市场的常客 也是市场的老板 咖啡 还有大米 还有农米 都有 这些衣服是穿的嘛 但28年前 詹茂盛刚刚到云南瑞丽的时候 瑞丽的经济发展落后 交通闭塞的让人难以想象 从昆明到瑞丽就要36个小时 如果从昆明要转到香港 又要转到台湾 前后应该差不多要4天 才能回到台北 是一个反对的态度 因为来到这边又不知道 人生地不熟了 各个状况也不知道 不顾亲友们强烈反对 翟茂盛坚持在这个边境小城创业 因为瑞丽虽然是个小城市 却是大陆连接东南亚 乃至印度洋周边国家的重要通道 瑞丽这个是等于一个转应中心 一个辐射中心 未来瑞丽是不得了的 1991年投资800万人民币 开发商业街 是瑞丽最早的边境贸易批发市场 一举改变当时路边摆摊 混乱经营的状态 那么将来造就了很多人 从摆摊转型做成批发商 那么将来造就了瑞丽的一批 百万千万富豪 缅甸的翡翠大量涌进瑞丽 珠宝玉石行业兴起 珠宝交易市场也是詹茂盛的创举 引来了大量商员到瑞丽淘金 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的需求 连带开始投资饭店等等产业 一步一步拓展着商业版图 对于未来它信心满满 印度洋周边是最大的市场 也是最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地方 习近大陆创业除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 小城市也能够大有所为 这或许也就是詹茂盛的创业故事 带给我们的启示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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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